欢迎来到火箭叔叔的科学课堂 如今我们对我们自己所生活的地球 还有我们所处的宇宙 越来越了解 这些都要归功于火箭的帮助了 它能够让我们摆脱束缚 以更敏锐的目光来观察我们的地球 来探索未知的宇宙 然而想要做的 要成功的设计出一枚火箭 并且让它飞上太空 是需要很多很多知识的储备 还有大量的数学计算的 所以说作为一名火箭工程师 应该感到非常的骄傲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化身成为 一个小小的火箭工程师 让我们来面对 当我们设计火箭的时候 将要遇到的一些问题 并且想办法来解决它们 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 火箭在发射升空的时候 究竟会遇到哪些难题呢 首先我们最容易想到的一个问题 应该是重力对它的影响了 重力呢 就像是一个无形的手一样 它死死的把我们地球上面 所有的一切物体呢 拽向地面 所以说啊 如果想让我们的火箭飞上天空呢 我们就必须给它一个 非常强大的向上的力量 这个力量来源呢 就叫做初始速度了 真正的火箭呢 是利用火焰往下喷发 产生的反作用力 让它飞上天空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火箭 初始速度呢 就是来源于橡皮筋的弹力了 除了重力会对我们的火箭 产生影响以外呢 我们发射的角度 也会对我们火箭的飞行呢 造成影响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不容忽视的因素 那就是我们空气是有阻力的 对了 大气的阻力呢 也会对我们的火箭造成影响哦 作为一名合格优秀的工程师呢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出 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了 我们今天的任务啊 当然是要通过 测量计算分析 来找出 使我们这架火箭飞行的 最远的一种方法了 正如我们之前已经讲到的 重力 初始速度 还有发射的角度 另外呢 还有空气的阻力 都会对我们火箭的发射呢 造成影响 那么其中 究竟有哪些因素 是我们可以改变的 而有哪些因素 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呢 我相信啊 非常喜欢思考的你们呢 应该已经有了一定的答案 对啊 重力呢 是我们没法改变的 因为它作用于我们所有的物体 它是不会变化的 那么发射的角度 我们是可以变化的 还有我们的初始速度呢 我们也可以进行调整 比如说我们拉紧橡皮筋的长短 就可以来控制我们火箭的 发射的初速度 那我们控制火箭的发射角度呢 也可以对火箭最后的飞行距离 产生影响 那么阻力呢 阻力我们可以改变吗 如果我们用同样一支火箭呢 它所受到的阻力啊 应该是不会产生什么变化的 但是我们却可以调整火箭的形状 还有比如说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我们火箭尾翼的形状 来试着改变一下 我们火箭所受到的空气阻力的影响 在数学里面呢 我们称我们没法改变的这些量呢 为长量 那我们可以改变的这些量呢 叫做变量 对了 作为工程师呢 我们就是要来控制变量 然后测试出最好的办法 那么现在让我们赶紧开始测试我们的火箭吧 好了 又到了我们的制作时间了 赶紧跟着火箭叔叔来制作一架火箭吧 并且呢 我们要尝试着发射它 今天我们的制作呢 将要用到一张橘色的卡纸 稍微硬一点就可以了 需要用到这样一个泡沫管 然后一些明龙绳 扎紧带 剪刀 橡皮筋 好 我们现在呢 就要来开始做第一步 我们要把我们火箭的发射核心给制作完成 好第一步呢 我们是需要拿出这个线 然后剪出一段 比我们这个泡沫管稍微长一点点的这个线段 然后剪断 剩余的呢我们可以放在旁边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给它打上一个牢牢的结 打上一个牢牢的结 这个结呢一定要尽量牢一些 然后我们现在就需要把橡皮筋和这根绳子呢 把它绑在一起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用到扎紧带了 用扎紧带呢 把它们两个 关在一起 拉紧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把多余的扎紧再剪掉 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 现在效果是这样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制作我们的火箭 那火箭呢为了它的飞行稳定呢 我们必须要给它制作一个稳定的尾翼 橘色的卡尺呢 就是我们尾翼的一个关键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来剪出两个等腰三角形 这两个等腰三角形呢 我们需要把它们插在一起 插在一起的方法呢 就是剪出一个拼插口 在其中一个等腰三角形的顶部呢 剪一个槽 在另外一个等腰三角形的底部呢 剪一个槽 两个槽呢 要尽量是一样长的 然后我们试着插一下 好 你看我们可以轻松的把它们两个插在一起 好 它们呢就成为我们火箭的尾翼了 那尾翼呢 我们必须要把它插到火箭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我们的火箭底部来开槽了 那到我们的火箭底部呢 剪出一条口子 这条口子呢 一定要把它比我们的尾翼呢 要更长一些 原因我们一会儿就知道了 稍微剪长一些 然后在它的对面 一定要在它的正对面哦 把它剪出来 要跟它剪来尽量一样长 然后在 在它的上面 剪出一样长的槽 过来 下面的槽 好 剪完的槽呢 就像这样 哈哈 像开花馒头一样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试着 它进去 好 它进去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尾部 大约还留了两厘米的长度 哎 这个时候就非常好了 我们先把它拿出来 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这个发射装置 把它装进去 看我们从火箭的顶上 插进去 然后从下面穿过来 这个时候首先我们要把上面的这个位置呢 稍微固定一下 以防止我们的这个发射机构呢 一下被从火箭里面拉出来 比如说我们先用一个扎紧态呢 把顶上 固定固定 嗯 拉紧 然后它尽可能的稍微轻轻拉 它不会动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把我们的尾部 插进去 然后把这根绳子呢 一定要放在中间 然后最后再用一根炸紧带呢 把我们的这个火箭的尾部 给它 扎紧一些 可以稍微扎紧一些 好了 现在我们的火箭呢 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好 但是大家注意啊 我们拉的时候呢 一定是一只手拉向皮筋 另外一只手呢 拉我们的绳子 而不能 哎 拽着我们火箭的剑身啊 否则就会把发射装置给拽出来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 我们的火箭到底能不能很好的背心了 同时呢 我们可以配合 这样一个装置 拔米尺 然后呢 加上我们这样一个角度仪 我们就可以知道 哎 我们发射的角度 然后跟我们的初始速度 和我们火箭发射的距离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了 非常的厉害